在乌尔战争方面 俄罗斯现在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接连拿下四个城市 总统普钦也在年度的国情咨文中强调 他很有信心俄罗斯会拿下胜利 同时也警告西方国家 俄罗斯的战略和力量 已经处在备战的状态 乌克兰最精锐部队第三突击率 在顿内斯克杀红了眼 尽管在阿弗迪夫卡失利 但是乌军不放弃 在另一座村庄克拉斯诺格夫卡 击退了俄军 两军近期战线集中在顿内斯克 俄罗斯派出苏尔武战机近地支援 丝毫不用考虑炮弹攻击 大力猛攻 埋伏攻击 俄罗斯152毫米榴弹炮 打击乌克兰步兵 俄罗斯的前线乘胜追击大内宣 相对的乌克兰只能够低调被动防守 在巴赫姆特外围 乌军指控俄罗斯的突袭更频繁了 但是乌克兰缺弹药 攻击强度明显减弱 几乎是原地踏步 眼见两军交战迈向第三年 乌军此时的劣势 更成为普清挑战连任的最好政绩 就在距离总统大选前不到两个礼拜 普清发表国情资文演说 一讲就是两个小时炮口瞄准北约 一开口就呛北约 俄罗斯飞弹已经就位 随时打得到欧美 这指的就是高时超高因素飞弹 普清证实高时已经投入对乌克兰的实战 这样的激战力当然也能诱在北约国家 而且法国总统马克宏日前说 要出兵乌克兰的一席话 普清更是紧抓不放 扬言核弹随时可发射 这让美国是高分被痛批 美国一边骂普清的核武威胁不负责任 但是也担心马克宏提议要派兵 乌克兰的说法继续发酵 因为在多个国家陆续否决冷处理之后 现在居然有人赞成 那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提议有相同想法的国家可以合作 这让普清更直接把北约比作西特勒 拿破仑贴上了侵略者标签 学者分析 马克宏的语出惊人 完全郑重普清下怀 因为在大选前 普清更放大了以往论调 把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视为对抗北约的主权保卫战 直批美国太阿拔 专家分析普清这场演说 明显是为国内民意服务 甚至连电影院里都包场直播 包办大小萤幕平台洗版 但是民众的感想有点讽刺 同样讽刺的还有在普清这场演说中 从经济民生到军事政治大通胞 偏偏对两个礼拜前 在欲中促使的死对头纳瓦尼是只字不提 纳瓦尼之死让俄罗斯街头出现罕见的集结抗议 从海外的全球声援国内民众自发现的追思 到葬礼场外的追悼人潮 都代表对普清的反抗 和这一场盛大的国情咨文大内宣形成了强烈对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尾巴冲突方面 在发放物资的地点 以色列的军方被指控 竟然朝着人群开枪 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伤 不过军方却矢口否认 说是货车冲撞 酿成了彩大以外 秘密麻麻人群 见到物资卡车立刻蜂涌包围 这里就是北加萨物资分发战 悲剧前的失控场景 到了白天还能听见阵阵枪声 大量的遗体布满沙滩 或堆在卡车旅车上 目击民众怒控就是乙军开的枪 这是事发海滩凌晨四点拍下的镜头 外面上到处是升起的萤火和难民 却没想到下一秒就传来枪声 那样成上百人死伤 只是对于事件的原因 乙军坚持与他们无关 表示当下其实有两起事件 一是民众包围卡车后发生踩踏汗车脸 而是有人太靠近乙军才会开火 不过乙军声称情况失控后 就没有进一步攻击 到底悲剧如何发生成了罗生门 不过最可怜的还是没有太多选择的加萨百姓 父亲医院再度人满为患 但一些伤者抱怨他们会抢物资 也是逼不得已 因为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的动物饲料 加萨悲惨故事数也数不完 不过就是当天一处瓦礼堆中传来奇迹 到他楼房的缝隙里头 一夕可见努力移动的渺小身躯 一名整整受困九天的男孩终于得到救援 不过他获救时全身骨瘦如柴 模样让人心疼 好不容易获救后 他脆弱的身体还得搭上驴车送医 在加萨想活命真的不简单 加萨卫生部表示 当地死亡人数已突破三万大关 以色列没有正面回应这个数字 不过美国防长奥斯丁周四在听证会上指出 以色列在加萨已经杀害2.5万人 不过后续国防部发言人澄清 奥斯丁只是引用加萨卫生部的数据 美方无法独立 何时正确性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重申不屈服哈马斯的谈判要求 同一时间哈马斯不甘示弱 公布最新反击影片 这段周三公布的影片 声称人在加萨城东部地区偷袭乙军 这位组织一名医生警告 随着以哈继续交火 加萨90%的人口面临粮食危机 两岁以下的儿童也有15% 严重营养不良 美国目前正考虑直接向加萨 那空投就给物资 本新闻综合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